大家好 我是熊仔Nio 隨著新中大橋通車到現在 亦有一個月的時間 平時新聞有很多報導 很多新鎮、香港街坊 回到中山吃東西、逛街 除了自己駕車 來到中山還有甚麼交通方式 今一期我跟大家總結一下 中山巴士的收費 以及如何去申請巴士卡和籠煉人的掌櫃卡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中山公交收費的標準是怎樣的 現在中山的汽車具體線路合運票價 是分為一票制和分段計的方式 這兩種 基礎的運價原則上 是按每公里兩毫子的合定價的票價 市內的短線線路逐步實現一票制的票價 20公里以下是無人售票的票價 兩元雞一個人 市內的長線是執行分段式的計費方式 無人售票的線路按照賺點分為不同的價格區間 首先帶一個中山公交免費的優惠政策 首先帶一個就是免費乘車的 免贏人群才可以享受這個政策 就是我們老年人免費乘車 面向符合辦理條件的中山市負責老年人 或者非中山市負責老年人 按照國內的城市或港澳發行 專屬於使用的記名卡可掛索 其中非本市戶籍的老年人卡 需要年審的 持卡的勝坐公交車是免費的 首先帶一個人群就是本地的老年人 辦理方式 年滿60周歲以上的本市戶籍老年人 需由本人到戶口所採的規委會申請辦理 第二就是外地的老年人 申請的方式 首先帶一個 申辦人必須持有有後的廣東省居住證 或者港澳居住證 且居住證上的延居地址為中山市 所持有的居住證不能過期 第二就是 申辦人年齡必須滿60周歲以上 才可以突動申請的條件 那如何在線上申請公交卡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打開我們的微信 然後點擊搜索欄輸入中山本地寶 這是一個公眾號的上面 打開之後就點擊左下角的一個鍵盤按鈕 然後點擊輸入一個公交卡 然後它就會淡出很多類似於中山通的充值 以及辦理的程序 使用的指納 使用的流程等等的實施 都是可以在上面處理的 還有小程序上面的中山通的一個辦理入口 都可以調查月額 辦在哪裡辦 辦學生卡 辦老人卡 都是可以在上面辦理的 如果實在不會去辦理的情況下 到時候可以聯繫QR Code和Leo去諮詢 到時候我教你們如何去辦理 第二就是優惠乘車 因為在中山是可以享受五折的一個乘車優惠 如何去申請 這也和大家發過流程 首先第一步打開微信 輸入一個叫做中山通乘車碼 然後點擊中山通乘車碼 點擊入去 然後入到這個介面的這個介面 就點擊一個叫乘車碼 入到這個介面就可以看到10碼乘車 我們點擊入去 上面是顯示中山通電子交通卡 開通乘車碼便知乘車 這個就是點擊同意 立刻開通 綁定自己內地的手機號碼 立刻訂閱 永許 這裏就是顯示測 這裏就是顯示測 中山開通成功的開通成功 你可以使用電子乘車碼 點擊便知道 這裏就會刪成一個乘車碼 在這裏如果擔心下次自己找不到數碼的入口 可以直接把乘車碼添加到我的小程序裏 點擊右上角的三個符號碼 然後這個位置有一個新增到我的小程序 點擊入去 好 出來了之後大家退出來 往下滑就可以看到中山通小程序 點擊入去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乘車碼 這個就可以享受五折的一個優惠 好 上面就和大家介紹微信如何用乘車碼 有一部份的後庫群體是用慣支付寶的 微信的話甚至是沒有的 不要緊 其實不單止微信可以綁定這個 其實支付寶也是可以的 我們接下來就教大家如何用支付寶 用乘車碼 首先打開支付寶 香港版支付寶和內地版支付寶是一樣的 然後點擊測行 然後再點擊前網查看 中山通電子交通卡 OK 點擊前網查看 點進來之後 這裡就顯示了 領卡乘車享優惠 點擊同意 開通平同意 勒克開通 這個就要驗證一下自己的一個 收穩定號碼 同意領取到卡包 上面有自己個人信息的 這裏會彈測一些廣告 或者裏面是說日常交通意外保險體驗版 這個就取決於每個人 我們正常來說一般是不會買這些保險的 當然如果你是實在單身的程度下都可以買 我們充了它之後 在手機屏幕的正中間有一個去乘車 點擊就顯示出這個乘車碼 這就是支付寶如何綁定中山通的乘車碼的路程 上面就和大家介紹了 如何在微信支付寶開通乘車碼 看完這集影片的觀眾朋友 如果上面的操作不明白 不要緊 聯繫上我的QR Code 和這裏聯繫我一對一 親自教你如何去操作 或者親自帶你去高藝會那邊去辦公交車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最後亦都祝來到中山香港的同胞 觀眾朋友 好食、好玩、好人 最重要是開開心心 有興趣看路的 亦都可以聯繫整個QR Code 和這裏聯繫回 好 我們今集的節目到此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